那说白了是什么 说白了就是说啊 我们现在有很多个下界 比如说啊 这是我随着我的一个参数啊 就是随着我的一个参数变化 我要去画什么 要使得我的一个下界 是一个不断的一个增大的一个趋势吧 然后呢 我有了一个下界之后 我这个LCT它是一个红色线 这个红色线是恒大于等于我的一个下界的吧 我们来看啊 就是说我要始终根据于我下界的一个情况 然后优化我的下界 让我这个LCT它上界是恒大于 大于等于我的一个下界 然后呢 看在什么情况下 它的一个SET值是能够最符合我的一个标准 就让我下界最大了 这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就是我求解的用标啊 就是我要不断的通过我优化下界 然后呢 来进行一个迭代啊 进行一个求解的 然后呢 什么时候使得我的一个下界 就是什么时候啊 使得我这个三函数它值最大啊 显然是取等号的时候吧 那什么时候才能够使等号这个成立呢 要使得啊 等号成立啊 这里对于我真正不懂事来说啊 来说啊 有一个条件就是我的一个右边的一个随机变量 如果说它是一个常数 只有说啊 我的一个随机变量 它是一个常数的情况下 它才能够啊 得出来它的一个等式成立条件啊 它是一个等号 也就是说啊 让我右边这个式子啊 也就是让我右边这个式子 咱们刚才不是显成歪吗 让它啊 必须等于一个常数值C 只有它等于一个常数 这个是最大部分式当中啊 给我们规定的 只有 只有说 右边它等于一个常数了 它才能使得等号进行一个成立的 那如果说啊 右边是一个常数呢 相当于什么啊 那咱们把这个式子啊 再给它进行一个化解 比如说啊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一块的一个球盒 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啊 这一块的一个球盒啊 它还是会等于1的吧 因为对于所有Z的可能性 比如说 Z等于男生的可能性0.8 那Z等于女生的可能性 就必然等于0.2 它们的一个球盒来说啊 还是要始终等于一个1的 然后呢 在这里啊 我把式子给它进行了一个调换 也就是说 我的一个 把我的一个常数值Y 把我的一个常数值 给它再拿进去 拿进去之后啊 它还是等于这样的一个常数 等于这样的一个1吧 所以说啊 现在啊 我把我的一个QZ 我的一个分布函数啊 再给它进行一个改变啊 改变完之后 我得出来了 它的一个结果是等于1的 然后呢 我咱们现在想一想啊 就是说 嗯 这个结果是怎么样 能够进行一个成立呢 要使得啊 我上市能进行一个成立 那是不是说 这一块有累加核 累加核加的什么 分母不变 相当于加的是一个分子吧 所有的一个分子的一个核 它必须等于一个常数值 是等于C的 也就是说啊 在分母相同的情况下 我分子的一个核 必须累加在一起啊 等于一个C的 这是我现在啊 推导出来的 在等号成立条件下啊 我的一个 等号成立条件下啊 就是我的一个要求 是等于什么啊 要求我的一个 速度分子核啊 必须是一个等于C的 那对于我上市 对于我上面这个式子啊 我来看一下吧 就是对于上市 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的一个C什么 C啊 就是我对于我的一个概率 对Z在进行一个求核啊 不就是我的这样的一个C了吗 那对于我当前的一个式子 就是说 我可以把C移到右边吗 把C移到右边之后啊 我可以得出来 它的一个求核 它是等于C的 那对于我当前的一个式子 来说啊 我给它再进行一个改变吧 我们来看啊 这个C等于什么 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由上面的式子得出来了 我的一个C啊 是说啊 对于我的一个PSI Z 它是对Z进行了一个求核嘛 给它展开吧 展开成我们右边的这个形式 展开成了一个我们右边的一个形式之后啊 我们得到了什么 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值 咱们来看一下 上面和下面这个式子啊 哎 好像来说差不多吧 上面是什么 上面是等于某一个 就是某一个Z的时候 它的一个概率值 下面呢 下面等于什么 下面等于的就是说 我所有的一个可能性吧 所以说啊 我这个QZ该怎么样进行求解啊 我QZ最终我得出来了一个结果啊 PSI就是所有的一个可能性的一个结果值嘛 然后在当前这个Z 比如说在当前这个Z等于A的情况下 或者还有Z等于B的情况下吧 分子啊 就是啊 在不同的情况下 那我最终得出来结果 我这个QZ等于什么 我这个QZ啊 说白了 就是QZ代表着 我第一个数据 是来自于类别Z的一个概率 在当前的Z组权重参数C在下啊 你的一个观察样本 是来自于Z的一个概率 是等于什么 那现在啊 我们就是通过了这么多 这么长的一个求解 求解出来什么 求解出来了我的一个EastType 该怎么样进行一个计算 咱们再来倒过一遍啊 这个QZ的什么 QZ等于在你当前的一个 初始化的一个参数C的下 观察到了某一个样本 它是等于的一个Z等于A 和Z等于B的一个概率 分别是等于什么 也就是QZ啊 代表着第一个数据 来自于Z的一个概率是多大 反过头来看一下吧 在我们的试图当中 我大概给大家说了 我们的EastType实话 怎么去算的 根据我参数的一个假设 然后去干什么 是不是说啊 在这里我要根据 我的一个参数假设 去算它的一个PA 然后再算它的一个PB 那然后呢 最终我取得A硬币的概率 那PA加PB不就可以了吗 通过我刚才的求通试的 一个推导证明 证明出来了 我的EastType确实要去这么做 才能求出来我Q的一个值 所以说啊 在这里啊 我们就是实际的啊 这么去做了 这块呢 就给大家啊 去公式啊 在这个数学原理上 推导一下 为什么呀 我们这个QZ 能这么去求解 原理啊 是由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Jason不等式 在Z的不等式当中 我们要优化下级函数 并且呢 要让等号尽可能的成立 所以说啊 我求解出来了 我的一个QZ是等于什么 我的一个QZ啊 可以啊 根据我们刚才做的一个东西 它就是我的一个EastType 要做的一件事情了 那这里啊 咱们再来看一下 我的一个EM算法 它整体的流程 是长什么样子的吧 EM算法当中啊 首先我要处置化 我的一个分布参数Thet吧 在处置化分布参数之后啊 我现在是不是假设说啊 我有一个处置化的 好的一个参数Thet 那我要根据这个Thet 计算出来 每一个样本 属于我的一个Zi的一个概率吧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Q值那个东西 怎么算啊 刚才那个例子啊 咱们就不会都看了 算出来 咱们属于这个ZA的一个概率 还有我属于ZB的一个概率 那这个Mstype啊 就是要根据我们的一个Q值 然后呢 我要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一个 就是咱们的一个分布参数Thet吧 这个啊 就是我的一个EM算法啊 从整体上来说 做了点什么事 其实啊 就是看数学上来说 可能是稍微复杂一些 但是啊 咱们实际的进行一个迭代更新 还是比较简单的吧 通过啊 咱们刚才给大家说的 那两硬币的小例子 就给大家举了一下 我们这个ZB还有我的一个Mstype 做了一件什么事 在数学上啊 只是我们证明了一下 为什么可以这么去做 其实呢 机器学习啊 从它实际的做法来说 并不是太难 但是难点在哪啊 难点就在于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做 有很多个数学的推导 这是组成了啊 我们这个算法 它的一个流程的 然后呢 最后啊 咱们来简单概述一下 有个叫做GMM的东西啊 就是一个高丝混合模型 这个高丝混合模型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因为一会儿 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剧类的任务 高丝混合模型啊 就是说 可以把我们的一个数据啊 看作成 从多个咱们不同的一个 高丝分布当中啊 生成出来的 高丝分布啊 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分布 我们的数据啊 可能就是比如说身高的 有男生身高和女生身高 男生身高啊 和女生身高 显然是两个不同的 高丝分布吧 所以说啊 可以这么假设 就是我的一个GMM啊 它是由K个 不同的高丝分布 生成出来的 那我每个高丝分布呢 我们可以把它 当成是我的一个组件 那我这个东西啊 其实它的一个迭代方法 跟KMIS是差不多的 但求解方式啊 它是用我们的EM算法 进行求解的 我们要求解什么 要求解的说白的 就是说 每一个分布的 一个参数嘛 只要你能求出来 某一个分布的 一个参数 那这个问题 不就给它求解出来了吗 那其实我们最终 想得到什么 咱们这块 比如说我有一个K1 有一个K2 一直到啊 我们有一个K10吧 10个高度分布 那一个样本来了 如果说我得到了 它的一个分布 我就可以算出来 NX1 它属于K1的一个概率 比如说 它可能是一个0.2 等于K2的一个概率 可能是一个0.7啊 K3 K4的一个概率 我都能够求出来 它的一个概率值吧 那对于一个 对于一个巨类任务来说 如果说呀 对于一个样本来说 你能够求出来 它属于某 每一个分布的一个概率 那它属于每一个醋 你不就知道了吗 那属于哪个醋啊 属于概率最大的那个醋 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怎么求解啊 说白了 跟我们一万算法 基本上是一致的 因为我们要求解到 还是每一个分布当中啊 它的一个 就是一些系数嘛 一个参数 比如说均值啊 方X啊 只要把这些确认出来了 我们就能够啊 知道 每个叫本来了 得出来它属于 每一个分布的一个概率值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完成啊 一个非常基本的 一个巨类的一个任务了 我们就能够估计划 我们就能够估计划 别人 alive